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却不希望大家是为了替自己庆生才特地集资做公益的 而是想让大家发自内心的喜欢上做这些事情 不需要花费太多钱 只需要大家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去帮助自己身边的人 即使是扶老奶奶过马路也可以 在胡歌生日当天大家可以再醒来的那一刻 为自己许下一个小小的愿望 或者在心里给胡歌一个特别的祝福 这对胡歌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 不得不说 胡歌的确是中国少有的好明星 胡歌出演的古装剧很多 他凭借往有改编的电视剧《仙剑奇侠传》而走红 虽然事业发展受到一些阻力 经过车祸对其自身也有很大影响 但是胡歌付出后的人气却依然很高 帅气的外表 大男孩般爽朗的微笑 是胡歌最鲜明的特点 但胡歌最让人喜欢的地方就是他的人品 他这些年一直低调做人 从不对别人的事情引头论足 他只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力求能让自己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而且还除了明的正能量 从不让粉丝们为自己花钱 总是鼓励粉丝们多做一些好事 做个对社会有帮助的好人 这样的胡歌怎么会不让大家发自内心的喜爱呢 不过胡歌偶尔也会有点小调皮 比如这次他给自己配的图片就很吓人 粉丝们纷纷评论 究竟发生了什么 才会让当年英俊帅气的胡歌变成这样 这个子派让我有点慌了 打扰了 告辞 请你认真点自拍 看来网友们也被胡歌吓得不轻啊 不过胡歌怎样都帅 读者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 胡歌发文通知粉丝 不要花钱为我庆祝生日 好